我們看第12題 他若飛機以四分之五倍的升速 就是四分之五馬赫 沿水平方向飛行 地面上某人在飛機 由他的頂頭 在他的頂頭 上方飛過後 經過30秒 這聲音從這邊跑過來 聽到音爆 如果升速是340 那升速340的話 經過30秒他跑多少距離 跑到這裡來 這是聲音的傳播方向 這是指甲 這距離應該多少 340 這是四分之五 乘以340 440 這樣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好 請問那個 正波角錐的半領角 我們知道這個半領角 上一系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 這個如果是 波遠的速度的話 那就是聲音的速度 這兩條線是平行的 這兩條線是平行的 這是半領角的話 這也是半領角 這也是半領角 這個應該多少 這是大V 這是大V 大V出於小V 大V就是大V 小V是四分之五大V 所以這是五分之四 也就是說 七達半領角是等於多少呢 五十三度 半領角是五十三度 然後他說飛機的高度 這個時候飛機的高度多少 這距離多少呢 這距離是這麼多嗎 所以飛機的高度大一起好 比多少 等於這個是 我們把它算一下 340 乘以5 除以4 除以4 等於多少呢 425 這是425 421 H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425 天見呢 四達 四達是53度 所以這是等於3的4 所以這樣就多少 425乘以4 他再除以3 他再除以3 所以應該是 所以應該是 53度 那飛機的高度 不大對 這個是多少 生命的速度多少呢 425 飛機的高度 飛機的高度 425 飛機的高度 飛機的高度 425 425 所以說距離 距離比較低 D等於多少 D的話 是等於Vt 距離是等於425 8乘以30秒 那乘出來以後 那我就知道這個大一句話 就等於第一天見其他 就425乘以30 天見我這三度是三度是四 這剛好是四十 就425乘以四十 425乘以四十 所以1700公尺 我們算這425乘以四十 是波遠的速度 經過三十秒以後 波遠也走了這麼多距離 這高度 它是從聽者的正上方走到正五 要三十米 這時候聽者就聽到音霸 音霸是從這邊過來的 從這邊過來 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是要互相垂直的 所以答案是170000公尺 現在我們可以讓他們看出 第一次到音霸 有個音霸 有一個音霸 有一個音霸